来关注俄乌冲突 14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了讲话 普京为俄乌停火 开出条件 但该条件随即遭到了 乌克兰方面的拒绝 普京在讲话中表示 当乌克兰将军队从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 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之后 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 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波多利亚克回应称 普京没有提出真正的和平建议 也没有结束战争的意愿 乌克兰外交部当天也表示 普京实际上提出的是最后通牒 旨在误导国际社会 破坏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的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团结 普京在讲话中还表示 对欧洲而言 主要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 而是欧洲不断增长的 对美国的全面依赖 普京说 世界在经历巨变 欧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变化 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形成 他表示 应发展大欧亚伙伴关系 该伙伴关系 可以成为新的安全体系的基础 普京还在发言中强调 西方对俄罗斯资产的盗窃 必将受到惩罚 普京表示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 危及金融安全 且出现了金融领域 军事化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 对西方国家货币的 不信任程度正在上升 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 被西方国家 动结国家资产的威胁